想不到吧? 今天來學抖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新姨姐姐 又到星期五囉 每個星期五更新視頻 如果大家想要在第一時間 學會新的歌唱技巧 趕快去訂閱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那究竟抖音是用來做什麼的咧? 很多朋友聽到抖音 就會很自然的聯想到一位歌手 他在演唱完一句樂句之後 在尾音的部分就是有那個 顫頭的那個東西對不對? 其實那抖音是有很多用途的 像是情感上的表達啦 或者是用來做為裝飾 那甚至是音準喔 因為尤其是在唱現場的時候 如果你要長時間的維持在一個音的話 它可能會有一點困難 那如果你中間 摻了一些抖音的技巧 讓它有一點斷斷續續的這樣子去唱 其實是更加容易維持你的音準的 那最後呢就是groove 尤其是英文歌曲 很多時候我們聽起來要比較groovy一點 在唱的當兒 也摻了一些抖音的技巧在裡面 好 那在我們開始練習抖音之前呢 我覺得有必須要跟大家講一下 現在的歌曲其實不是很流行抖音喔 就可能稍微一點點的抖音就好 可是太過明顯的抖音 在現在的歌曲來講 真的是老掉 而且之前我也一直強調的 Less is more 任何的技巧當你放太多的時候 聽起來都會有一點 嗯...做錯噁心吧 就好像我們烹飪的時候 加一點鹽作為調味料是好的 可是太多鹽就很鹹很難吃對不對 所以建議大家在學會抖音的技巧之後 千萬不要放太多喔 現在我們就來講一下 到底怎麼樣練習我們的抖音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兩個方法 那我自己呢有在網上就看過很多 有關歌唱抖音的教學 都會建議大家 從兩個相近的音符迅速的來回演唱 像這樣 像這樣子 可是我自己呢是覺得 這樣子的練習方法可能不是最好的 因為如果你仔細聽一下抖音的話 你会发现到其实它也不是在两个音符之间徘徊 它其实是同一个音可是有点断断的 所以呢我第一个要建议大家的练习方法就是 断音打个比方说 一开始有慢的方法来练习 当你开始觉得比较可以掌握到怎么样去唱这个音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速度加快一点点 啊啊啊啊啊 在你更加有信心之后呢我们又可以再更快一点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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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当你觉得速度OK 现在我们要尝试的就是一口气 就不要让它间断哦 就是一口气它是 一口气吐出来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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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新的抖的这个音呢 我们就给它多一点气 多一点气 稍微多那一点点气 那当你比较可以掌握这样子的唱法之后呢 再慢慢把它放进歌曲里面 你会发现到 诶 其实抖音也没有你心目中想的那么困难 好 第二个练习法呢 这个比较好玩一点哦 如果大家想要感受到 抖音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那我跟你讲 这个非常好玩 你可以坐在椅子上 还是床上 比较有弹跳性的地方 然后你一边在唱一个音 拉音的时候 我们就来 搖一下 是不是很好玩 当你一边在摇晃的时候 你的声音又有点摇晃 那个就是抖音了 那你感觉到怎么样做抖音之后 在床中做适当的练习 这样子呢很快的 你就可以掌握好 抖音的技巧 好了那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 赶快去做个练习 试试看你们的抖音技巧如何 我们每个星期五都会更新我们的影片 如果还想要学习更多 有趣的方式 学习唱歌的话 小铃铛要打开才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也可以到IG或Facebook找我 我是星音姐姐 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我们下次见 拜拜